每年的四五月份是台湾原住民族布农族的传统摄尔祭典的祭移时间 从民国六十年代到现在从未间断举办的部落摄尔祭典的 浊西乡古丰村一族干部落 在二号盛大办理了摄尔祭 不仅由旅外族人返乡投入了祭典 更有学子来到了现场参与并且学习 现场超过了两百多位的族人 共同传承也学习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清晨猛瞻结束 拉维安四族领袖与狩猎队举行技枪后 浩浩荡荡上山狩猎 家中儿少妇孺则顾家冰酿酒 准备迎接狩猎队返家后 共同举行马纳荡荡摄尔祭典 卓西乡古丰村一入赶部落布农族 依照传统进行布农族年度大 马纳荡摄尔祭 不论是执行上山狩猎的文化知识与技术 既以撒木禁忌 更将布农族氏族互助结盟精神 立他的民族文化传承发扬 所以我们今天的仪式大概都是按照他们前辈所留下来的仪式 可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可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传统来进行 以后相信我们的传统武化还是按照他的这个精神做这个仪式 从民国武林年代末至今 一度感部落就从未间断举办马纳荡摄尔祭 今年盛大伴里不仅旅外族人返乡投入祭典仪式中 更有在地学子到场参与并学习自己的碎石记忆文化 回来可以带动一下就是风气这样子 对之后可能在部落的工作 或者是想要对部落做什么贡献的时候也蛮有帮助的 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是参与 就是各个地方的布农族的摄尔基 让我可以感觉到差异性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各个地方布农族 然后我们都代表自己部落的一个族群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各个部落有自己的特殊的话是很好的 一路赶部落相当重视跟积极保存 并传承布农族最传统的文化 今天上午在部落兰沙坝举行的 马纳荡摄尔基现场 就超过两百多位的族人齐心传承与学习 而森林瀑布的场域再加上部落族人的用心与努力 到场参加的乡长吕碧贤也深深感动 我想这个精神就在于我们要传承我们的这个文化之外呢 还要教育 教育我们的这些小朋友 还有年轻人 所以非常有意志 马纳荡摄尔基是布农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祭典 族人从绵密复杂的记忆当中 传承族人狩猎的撒木经济文化 透过祭典的进行实践布农族传统社会经济 文化知识教育 以及互助利他分享的民族精神 部落拉维安石庆雄说 透过记忆跟随祖先的脚步 学习布农族山林文化智慧 实践教育布农族世主共好 利他的核心价值 记者是玉兰卓西乡采访报道